有一次远征哥拍戏 哇 那个戏太辛苦了 大量的在出汗 就是早上八点钟 温度已经到四十多度以上了 所有的男演员 不男演员 就是男的工作人员 能穿多少穿多少 对 然后但是我们演员就不可以 因为你要穿服装 然后那个戏 远征哥就戏量特别的大 他就不断的出汗 不断的出汗 有一天就突然变成假流失 对 他就开始 开始这个抽抽出抽筋 特别可怕 他病了 病得很厉害 病得太太厉害了 然后后来远征哥哥 就真的是飞机 就晚上抢救啊 第二天就飞机就运回北京去养病 在我们拍戏之前的那段日子 其实丹妮姐一直都没有来探班 因为她也有工作 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大连拍戏 在大连拍戏 对 我们在这个生活中 就觉得远征哥永远是那种 特别严肃的人 就是嗯 我今天来拍戏 我在现场拍完拍完 我就回家 然后看剧本什么的 跟大家沟通也是很严肃 当远征哥休息了一个礼拜 真的很短暂啊 就是在抢救的过程中 她只休息了一个礼拜就回来了 那一天我第一天见远征哥的时候 远征哥是这样的 我突然没有见过眼神做这样 就被丹妮照顾的换了个人 不仅仅是 她怎么会这样 她生活中都是很稳定的一个 就很很稳重的一个人 突然间特别高兴 我看谁都特别高兴 看懂那个花 看个枯树叶都是个花 我就看那哥哥那个两眼放光 我又想问 我说哥哥怎么了 哥哥你回来了吗 对 我回来了 丹妮姐也来了 带个人来了 对 对 就是 她只要在身边 她就踏实 定心嘛 对 真的 她永远都是 丹妮姐永远都是远征哥的定心嘛 就是远征哥的那种 哎呀 有理而外的那种高兴和幸福 只有丹妮姐姐陪她来了那一刻 她才表现得完全露不住 这就是他们之间那种幸福 哎呀 太好了 真的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 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